第八题 Jack was given the rare blank of using the president's office, which made others quite jealous 好,他说呢,Jack was given,被给予 好,这是一个被动语态 被给予什么东西呢? The rare something 好,那这边有个blank,那我们看这个字 来,这个字呢,我们念成rare 好,这是个单一节的字 应该不是很难的字 这个rare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形容词 中文呢,我们就翻成所谓的稀有的 罕见的,我们就叫做rare 那讲到这个rare呢,它有些同一字呢 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些同一字呢,顺便都介绍一下 好,最常见到的跟rare有相关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scares 好,这是形容词稀有的 还有另外一个字念成spares 这字呢,看看,当做参考 另外一个字呢,同学可能比较熟的 叫做uncommon uncommon,common我们就知道一般的 那加上一个unnot字首 就变成不是一般的 那就是稀有的,罕见的 好,那另外一个呢,念成unusual 这个字呢,同学可能就比较熟了 usually就是通常 unusual就是不通常 那不通常就是稀有的 好,所以呢,这几个同一字呢 同学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顺便记一下 好,所以呢,它被给予了这个 罕见的什么东西呢 好,那这边呢,用来修饰它 它是有一个借系词片语of 后面呢,再加上什么东西呢 那来修饰前面的这个空格 所以我们可想而知 这个空格应该是一个名词 好,什么要罕见的什么呢 of using the president's office 那president这个字呢 可以当做总统 那当然这边一般人要去用总统的办公室 大概机会很少了 所以呢,president这个字 除了可以当做总统之外 他还可以当做总裁办公室的 那个公司里面的老板 最大的那个职务的 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叫做president 好,所以他说呢,使用什么呢 使用了那个总裁老板的办公室 他被给予了这个很罕见的什么呢 而这件事,which指的就是前面这件事 什么事情呢 他被给予这个使用总裁的 或者是总理的办公室的 这样子的什么 让made others quite jealous 其他的人 这人当然就是指的公司里面的人 quite jealous 好,那jealous这个字呢 指的就是嫉妒的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四个选项 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选项呢 念成mischief mischief 好,那mischief这个字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音节合并的 对不对 一个是misch 一个是chief 那mischief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呢 把它翻成所谓的什么呢 叫做顽皮 淘气 或者是胡闹恶作剧 念成mischief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misch这个字首 它其实呢 我们以前就常常跟同学提醒的 有这个misch这个字首 其实它就等于not的意思 好,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呢 来学几个比较常见的 是mis开头的字 跟not有关的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 好,第一个字呢 就叫做misch misch这个字呢 你看它跟not有没有关 当然有关哦 因为它叫什么 叫做错过 I missed the bus this morning 我今天早上错过的那班巴士 表示我有没有搭上公车 没有 所以既然是没有 那就有一个not的意思 OK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也是 同学蛮常见到 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I'm sorry I've made another mistake 好,那这mistate的意思 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叫错误 那错误就是 你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这边你们发现 又有一个miss的字所出来了 好,那mistate这个字呢 后来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 有产生的误解 因为你的错误而产生的misunderstanding 好,那这misunderstand是动词 misunderstanding是名词 这个中文 我们就把它翻成所谓的误解 misunderstand 好,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mislead 好,这个字也很常见 对不对 这个字呢 我们中文呢 把它翻成所谓的误导 很多群众呢 民众都被误导了 mislead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蛮常见的 念成misspell 好,我们都要知道spell是拼字 对不对 mis呢是not的意思 没有把该拼的字给拼对 那我们就中文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拼错 拼错什么样的字 好,所以呢 这一系列呢 跟mis有关的字 其实也蛮常见的 同学就利用这个机会呢 把它记一记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选项 好,第二个选项 这个字呢 念成privilege 然后把音节帮同学分一下 pray v 后面追个音节念成leadge 所以这个字我们念成privilege 那privilege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就把它翻成所谓的特权 好,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呢 能够去参观 或者去使用老板的那个 那个办公室 这不就是一种特权吗 所以我们知道答案呢 要选择第二个b 好,那么接下来呢 把第三个c呢 给完成 好,第三个c呢 叫做involvement 好,看到ment结尾的 大概知道八九不离十 这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帮音节分一下 inv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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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olve是一个音节 ment 是一个名词的字尾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就知道呢 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中文呢 就把它翻成所谓的 千年或者是牵涉 那这个字呢 它原型动词就是involve 好,那involve是 几乎动词 就是千年牵涉 那讲到这个volve这个字呢 Andy又想到另外一个字 顺便记一下 念成revolve 那revolve这个字呢 它是当做动词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 所谓的旋转 旋转就叫做revolve 好,所以呢 这个字我们就补充到这里 来,最后一个字呢 念成occupation occupation 那occupation呢 这个字,来我们先来分音节 来,第一个是单母音的 occupation 好,字尾是名词的字尾 念成shan 那occupation这个字的意思 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也是一个名词 它是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什么东西呢 翻成工作职业 但是注意哦 除了工作职业之外 它还可以当做占领 例如说台湾呢 曾经呢 那个什么 那个经历过 Japanese occupation 日本的统治时期 这个词中占领了台湾 所以占据用occupation这个字 好,那我们进来呢 讲到说occupation可以当做工作了 那我们来想想看 我们做一个,把它做一个复习 跟工作相关的有哪些字呢 来我们想到第一个 大家同学最常想到就是work 但是注意哦,这个work这个字是不可数的工作哦 好,一样是工作 它跟下一个工作就不一样了 来,Andy特别把这个冠,这个冠词呢 把它拿出来叫做a job 表示这个工作跟work是不一样的 这个a job表示job是可数的 还有哪一个呢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职业 profession 好,这profession呢 通常指就是专业 好,例如说呢 我们说呢 那个专业的职棒的选手 他不是professional 专业的,职业的 职业的,职业的 那个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s 他们是职业的棒球选手 就professional 那我们还可以衍生出另外哪一个字呢 念成professor 就是所谓的教授 OK,这也是一种职业 好,那此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职业是智业 career 你把它当成终身的职业 终身的智业 那这个我们就念成career OK,好 所以呢 这边四个选项呢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出来 我们答案呢 要选择第二个be privilege 好,那我们接下来 把题目呢 再从头到尾把它看一遍 Jack was given the rare privilege of using the president's office which made others quite jealous